就是像我的老公 他是提倡就是 要給小孩子無聊 無聊就會發揮想像力跟創造力 就要給他無聊不准買玩具 可是我是一個非常非常愛買玩具 因為很多專家都說 玩具可以開發小孩的大腦 可以啟動他的大腦 但是因為我發現我買了好幾套 就是很貴的玩具 像很多積木跟一些組裝的拼圖 兩萬多塊一個 什麼有的沒的那種 我買了非常多的玩具給小孩 但是因為我不是一個聰明的媽媽 所以我沒辦法跟他一起組成很好的積木 因為積木那種東西 你就是要有一些想像力的媽媽 跟他一起對不對 對 積木其實很好的 對 我怎麼裝都是那幾個樣子 對 所以他也沒辦法一個人玩 所以那些玩具都會放在那 但是我最近 我最近又發現了一套很不錯的玩具 是 因為現在是3C時代 你不給小孩玩玩具 他就是看電視 然後拿手機 所以我就發現了一套 一個玩具 非常的好 因為它是結合 它是3C 但是它降低的藍光88% 所以你只要有一個iPad 或是一般的手機 你只要有iPad一般的手機 你放上去 你不管是玩數學 或是玩什麼 它是投影的 像這種聲光投影 它不傷眼睛之外 它有很多題目 比如說它可以給小朋友玩 我們珈樂玩了 看一下 小朋友非常喜歡出題了 他就會出題目 對 它就是圖形 對 然後就會問你說 有幾種形 裡面有幾個形狀 然後小朋友就會 用圈圈叉叉 然後回答 然後他會計算在這個iPad裡面 對 我覺得是一個 非常非常現代 這感覺很好看 我也是計畫 我記得我的同年是玩爛泥巴 玻璃珠 玻璃珠 竹子剪起來放紙 橡皮筋 橡皮筋 浮瘦羅跳米 浮瘦羅跳酒瓶 現在小孩太出品了 很野外 很野外 不過老實講 我突然發現我小孩 有在我身邊的時候 他就已經三歲 所以零到三歲的時候 我突然發現小孩是三歲 我常常被我太太罵就是這樣 可是我們自己在臨床上 我們婦產科會碰到的 其實是一開始的教養 比較會找我們 研究顯示 親子之間的教養 產生最大三個衝突 一個就是 第二個是情緒管理 第三個情時是在 那這是在 夫妻之間的吵架 可是我最常遇到的 其實我們婦產科 大概一個月會回正 大概六個月有時候有回來 我也會聊一下 我說有沒有什麼問題需要 需要我們協助 其實常聊到的都是在 教養小朋友 尤其是餵奶 我最常遇到的就是 到底 六個月以前 要不要餵她 喝水 對 對 真的 餵母奶要不要再喝水 對 書上都寫 包含小孩科醫師的 基本概念 零到六個月 如果餵母奶或者是配方奶 還足夠的時候 是不用額外添加水分 對 這個媽媽就說你看書上 而且她特別問小孩科 也是這樣子 但她老公說 我媽媽說我小時候 什麼都喝 而且婆婆 通常不願意介入教育 但是婆婆會假傳聖子 就叫老公去說 我跟你講小孩子要多喝水 多喝水才會尿多 才會長得好 所以為了這個炒翻天了 而且連小兒科醫師都拉下水 因為那個 她就去看小兒科 小兒科就說 可以不用喝 可以不用喝的意思 並沒有說 然後她就問我說 陳醫師你到底說 可不可以喝 你知道我們婦產科醫師 是照整理 我馬上就說 那小兒科醫師的意見呢 一切以小兒科醫師為主 答案呢 其實我們剛剛特別聊過 其實沒有絕對經濟 但是標語男士 在六個月以前 如果你餵足夠的配方奶 母奶或者配方奶 其實額外的水分 不一定要添加 可是喝幾口水會怎樣嗎 當然不會怎樣 夫妻之間如果爭吵起來 那吵不完 我給大家一個最終的結 因為我人生的最大的感受 就是這樣 在親子教養 要得到最好的教養解決方案 只有一招 叫做 為什麼 講得好 沒有媽媽讀 散拜你老婆 因為當你跟她衝突的時候 她心情不好 你們的解決方案 不會達到一個共識 對 真的 散拜你老婆 其實她慢慢 平常心下來以後 總有一天她會覺得 我總是要解決 所以她可以配合你一點點 她可以浪一點點 永遠記得 HAPPY WIFE HAPPY WIFE 對 爸爸開心 全家開心 我老公常說的 像我自己 我現在是一個料理老師 可是因為我之前是國曉老師 所以其實我對教養小孩 自己滿有自己的想法 那婆婆跟我的想法 就會差很多 她會覺得說小孩就是 每一餐都要喝奶 才會白白胖胖 然後我自己生三個小孩了 她還是一直在爭論這件事 甚至我的小孩 她可能三四個月 她就睡過夜半夜不用起來喝奶 我婆婆還把她挖起來 對 很多老人家說她會餓 她會餓 把她叫起來喝 半夜沒有喝奶 好可憐喔 然後後來那個專家就有說 我們可以在餵副食品的時候 讓小孩可以練習 自己手眼協調 所以我們家老大 十個月 十一個月 自己就會拿湯匙 把食物泥放到嘴巴 我媽媽都說好棒好棒 結果婆婆又來了 我的薪水怎麼很可憐 這麼小很多我自己吃飯 然後孩子說 對著我小孩說 媽媽很懶 阿嬤餵你 再大一點了 又是餵食的問題 因為有一些東西 我們不會給小孩吃 比如說有色素的 有咖啡因的 甚至酒精成分的 可是這時候長輩又變了 他們覺得說 我來餵看看小孩會怎麼樣 結果呢 我還聽過曾經 對 因為他跟我說 你老公小時候也吃過檳榔 然後最誇張的是 竟然還讓他喝威士忌 我發現我的小孩不是最嚴重 因為他們那一群長輩裡面 還有人餵小孩喝高粱 聽到就傻眼 後來讓我爆發的一個點就是 因為像我公婆婆有時候 會想要帶小孩出去等幾個線一下 可是呢 他就說 小孩坐安全座椅會哭啊 我抱著他就好了 我抱緊緊很安全 甚至有的時候還跟我說 我那個車子安全帶壞掉 所以沒有辦法 然後我就 其實我還蠻 因為那時候其實很多報道就是 小孩沒有寄安全帶 就飛出去或什麼 然後我就跟我老公說 我三胎都安胎 三胎都早產 三胎都剖腹 這孩子是我用生命換來的 結果如果他們這樣帶出去 發生了什麼意外神能承擔 我後來就跟我老公落狠話 我只要再看到一次 出去沒有寄安全帶 或是讓我小孩做安全座椅 我就帶著小孩回家 你們以後都這樣也看不到小孩 所以後來也是這樣 就是要下狠話 老公才會覺悟 沒有跟老公就 不需要講道理 就講狠話 就講狠話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 就是講說 只要你不這樣做 我會很不快樂 然後你回來的時候 我會消失 他就所有人都聽 他會不會 好棒喔 消失喔 如果沒消失 然後小孩留著給他 他就會嚇到了 你會跟公婆料狠話嗎 不能跟公婆 絕對不能 只能跟老公 對 所以男人永遠夾心餅乾 你看到沒有 我老公這一點是滿聰明的 就是只要老公先做了一個 就是一開始就先講好 比如說是以媽媽為主 公婆其實就不會 就你如果先講好 育兒是以媽媽的意見為意見 那其實你把規則講好 他反而就不會 比如說是你在帶 就是你比較了解孩子 那如果是老公在帶 那就老公比較 那我就會跟老公說 誰在帶 他說是你在帶 他說那就以你的意見為主 時代在變 育兒專家的知識跟經驗也在變 古早年代喝水這件事情 很多長輩餐跟餐的中間 都還要喝一瓶水 甚至於小孩子不喝水 還要加葡萄糖 叫做葡萄糖 對 但是現在的觀念 早就不一樣了 就是餐跟餐的中間 如果在六個月以前 還沒有加副食品之間 是不用額外補充水分的 因為母奶跟配方奶 本身就是水分的來源 另外一個時代在變 以前都說睡到半夜 要叫他起來喝奶 才會白白胖胖 現在都說孩子不一樣了 孩子餓了就餵 他會哭 他會想要喝你就餵 飽了就會挺 他如果睡著睡一個晚上 其實睡眠也很重要 你打斷他的睡眠 叫他起來吃東西 反而不安全 對 那我自己診所 我曾經遇過一個孩子 有關於那個安全座椅的事情 他在大概六個月 來打預防針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壓抑 為什麼他這邊有一個 後來一問他們也很後悔 我們其實兩個月 四個月打預防針 他沒有這個開刀的痕跡 那其實手冊上面 都有一個欄位 特別要跟他說 他們其實勾沒有的時候 我們當醫生的都還要提醒說 要 因為當你緊急煞車的時候 你說你的手多厲害 緊急煞車很厲害 抓不住了 你的孩子十公斤 你的孩子的重量 可以瞬間到三百公斤 對 所以誰的手抓得住 三百公斤的重量 抓不住 結果那個孩子 這個爸爸停紅綠燈 然後跟老婆吵架 結果紅燈一轉綠燈 老公很生氣 他就油門踩下去 就是要跟老婆 表示出很生氣 踩下去 車子衝出去的時候 另外一邊 一輛摩托衝出來 緊急煞車 他們說後面擺了一堆什麼面紙盒 全部都飛到前面去 那阿嬤手上抱的這個孫子 抱不住了 整個往前晃 他的頭就甩了一下 頭部血腫 當場抽絮抽筋 然後送去醫院開刀 長期要吃抗療癩藥 所以就一定要有 這麼慘痛的經驗 他才會願意聽人家告訴他說 我們真的好好的買一個安全座椅 讓他坐在這裡嗎 還要聽我們醫師尊尊教會 對啊 實際的案例是很恐怖的 所以很多事情沒有吸安全帶 就是說安全帶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現在已經 大家又慢慢不太 坐計程車不吸安全帶 對 後座嘛 對啊 都要吸 慢慢大家又忘記 就跟地震一樣 地震來大家會準備一下 都久了久了就沒地震 大家地震來也搖 也不想跑 就一旦發生事情 大家才開始做檢討 對 女性真的很偉大 男人更應該要懂得 體諒另外一半的辛苦 遇到任何衝突 千萬不要著急爭辯 雙方要離析的溝通 才能找出最適合你們家的方法 祝大家身體健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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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